兔兔魔王的陪宅生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兔兔魔王 又到了懶人開箱的時間了 依然是我在整個月的時候買的 第一代的鬼滅之刃團子 這個應該是絕版了 那我到現在還沒有開箱 一樣是在日本買的600日幣一個這樣子的團子 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是請到這個肥貓貓 來幫我們這個長進開箱 OK 那我們這次的這個 第一代的鬼滅之刃團子呢 總共有八種造型 那我買了四個 其實那時候商店只剩下四個 所以只會買四個 那主要有主角群 有炭治郎 彌豆子 善逸跟隱之柱 以及這個義勇 進兔 真狐 前輩們 還有這個大羅王 無慘 那這次我比較想要抽到的應該是 彌豆子跟隱之柱吧 這兩個是我在鬼滅之刃裡面最喜歡的角色 然後義勇也不錯 但是義勇現在是沒有朋友狀態 所以希望他能夠早日找到好朋友 那我們就來開箱囉 那首先呢拿出你的筆刀 打開它 基本上日本的盒碗呢 他們都會用膠帶貼的死死的 以免就是被人家破壞挖盒 或做一些缺德式 基本上 過有良心的應該是不會這樣做吧 抬開啊 OK 第一支是誰 欸 它居然是 薄皮布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手感還不錯欸 這個手感捏起來很舒服 好 我們打開 是米豆子 太棒了吧 第一抽就做米豆子 運氣也太好了 這好舒服喔 收到米豆子讓大家看一看我之前在台灣買的 這個是同仁自己製作的糰子 然後我也是當時一抽就中 然後這一顆糰子好像賣台幣150吧 是轉蛋轉來的 不過手感有差 它這個糰子呢裡面是單純的棉花 然後這個官方出的這個糰子 它是裡面是扎實的 有點份量的 這樣子 重重的 這個沙包的感覺的糰子 然後手感也不太一樣 同仁自製的這個手感 雖然說也是算是Q的 可是因為它裡面沒有沙包的重量 所以捏起來的反壓沒有很大 那這邊的這個反壓的效果 非常明顯 我覺得還不錯 你看欸 可是呢官方的糰子比較小一點 那這個 同仁做的糰子稍微大了一點 不過兩個都很可愛 好 我們先放旁邊 然後說提外的話 那時候我看到糜豆子一顆賣2400日幣 6424等於這四顆的價格 所以我這樣子一顆都只會票價 好啦 那我們再來開第二項吧 老實說我覺得直接從箱子側邊這樣刮開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 沒有特別的需要保留盒子喔 好 打開了 第二箱 這是誰呢 是真狐 真狐 好可愛喔 可愛的女孩子 她是這個 炭治療的前輩 算是前輩吧 然後有個可愛的狐狸面具 很可愛耶 很可愛 真狐 再來開第三箱 通常懶人開箱的速度會比較快一些 因為我不需要多餘的戲劇效果 我就是老老實實的分享給大家看 所以呢 這個開箱的速度會很快 講話的速度也會比較偏快 那如果各位覺得太快的話 你們可以選擇0.75倍速 好啦 第三箱 來吧 登登 愛哭鬼 這個傢伙是這個 善意 對 善意 愛哭鬼 善意 啊好可愛喔 好軟喔 可是其實我本身是沒有 沒有特別愛她啦 就是 主角群就是一般般這樣 但是呢 她在 某一些表現讓我覺得她很帥 就是她睡覺的時候 然後她 使出了她的那個 壁殺技喔 很酷 這會香 有一點核損 不過還是可以接受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囉 來吧 最後一箱 誰咧 是沒有朋友的富剛 義勇先生 富剛先生 沒有朋友 好可愛喔 然後她重點是她 背後的這個頭髮也有做出來 還不錯 滿可愛的 OK 可以啦 第一名最愛的米豆子 然後第三名 所以只有 影之柱沒有抽到 影之柱也很可愛 欸小豬 我超愛影之柱的喔 之前還有買 影之柱的小豬丸喔 就這個 之前我買的小豬丸 在台灣買的 也是很可愛 現在應該也已經 絕版了 然後就 很喜歡這樣 好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每一隻小沙包的造型 米豆子呢 就是很可愛 咬著這個竹筒 然後蝴蝶姐 跟她這個頭髮 真狐前輩呢 是戴著可愛的狐狸面具喔 然後 一臉想睡的眼神 非常可愛 再來是這個 愛哭鬼 善意 然後她的眉毛實在是很有細 然後她的頭髮也是有層次這樣 做的很可愛的一個 愛哭鬼 最後是這個富剛先生 她的這個頭髮也是有這樣子做出她的特色來 不過從這邊看起來好像 就像是個路人 好 沒有朋友的富剛先生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懶人開箱 鬼滅之刃的第一代團子 玩偶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追隨訂閱我 按下三十個讚 加入我 成功子民 讓我們一起征服世界囉 掰掰